大家好,我是强子 在正式进入性能测试的一个学习之前呢 咱们首先来了解一下 性能测试有关的几个重要的核心概念 那么提到性能测试 那首先我们肯定要解决的就是 到底什么叫性能测试 本身性能测试这一个概念 Performance Testing 那性能测试呢 它其实是一个测试技术的统称 就像我们讲自动化测试一样 它是一个统称 有很多自动化测试的一些技术 比方说基于代码的 基于接口的 基于界面的等等 都可以叫做自动化测试 那性能测试也是一样 它是一个统称 所以呢 它包含了哪些常见的一些 这个跟系统性能 或者系统负载 系统瓶颈的测试 相关的一些测试类型的 好,继续往下看 那么第一个 我们来叫做负载测试 什么叫负载测试 load testing 所谓负载测试呢 是指咱们呢 通过这个负载怎么理解 负载其实就是用户数量 通常对一个分布式的 网络应用来说 我们这边提到的这个load 就是负载 主要指的用户数量 那么负载测试呢 也就是我们测试 不同的用户数量的 这个级别底下 相应的这个系统 它的一些性能的反应 这是负载测试 那第二个呢 重要的概念叫做压力测试 stress testing 那么压力测试呢 它其实也是属于 性能测试的一种 但是呢 它关注的就不是一个 不同的用户数量级别下 它的一些性能表现怎么样 它主要关注的是高压 那么 所谓高压力呢 也就是说很大很大的用户数 同时去访问给服务器 施加压力 它要关注的点啊 这边跟负载测试 注意一下区别 负载测试呢 要主要关注的是 性能指标 不同的这个负载情况下 我们系统的一些 性能表现怎么样 我们呢 做到心中有数 而压力测试呢 它主要关注的 不是具体的性能指标 而是去关注 系统 是怎么 死的 这个话呢 有点粗暴 但是啊 意思就是这样 我们呢 给它 给系统施加很高很高的压力 就用很多 模拟很多很多用户 去访问这个系统 那我们就看到底 我们是怎么 把系统给玩死的 系统是怎么崩溃的 那么我们呢 要去关注 因为这个系统一旦上线 很有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么我们就看 高压的情况下 系统呢 到底是 比方说是内存泄漏 还是说网络堵塞 还是说CPU100% 压根就没响应 还是说我们的线程资源耗尽 导致崩溃 等等都有可能 或者甚至呢 是数据库那边出状况 都有可能 那么具体是什么样的可能 就是说这个系统 到底是怎么死的 我们如果不经过测试 我们是不知道的 那么所以呢 我们就通过高压去测试 看看系统 到底是怎么崩溃的 然后呢 那么最先 表现出来崩溃的特征 比如说网络堵塞了 那好 我们就知道 我们就需要呢 有一些这个预压 当我们系统出现一些这个 这个用户数很高很高的情况 或者出现高峰的时候 我们基于这个压力测试呢 可以准备一些预案 比方说如果是网络堵塞 那么好 我们呢 尽可能让这个网络贷款呢 可以灵活一点 当高峰的时候 我们可以呢 很快速的能够增加贷款 比方说现在的这个云计算服务器 云服务器 那么他们就可以让我们这个 很灵活的去增加贷款 需要的时候增加 不需要的时候 把贷款来降低 因为贷款的费用成本 其实是挺高的 所以啊 这是一种预压 我们做压力测试的目的呢 其实就是能够让我们知道预压 那如果是CPU的问题 那么我们毫无疑问 我们在后台的服务器呢 就尽可能的是 让这个CPU呢 也是可以热插把的 或者支持多录CPU 或者呢 让多台电脑共同来集群 让每一个CPU呢 少负担一点 这也是一种预压 那么如果说压力很高的情况下 正常情况下 我们可能只需要十台服务器 共同集群就可以了 当突然某一天 比如说我们搞一个 什么大的促销的活动 突然用户很大 很多的时候怎么办呢 好 我们可以很快速的 再加两台电脑 或者再加几台电脑进来 而我们在做硬件的架构设计的时候 就要考虑到这一点 而这就是关于压力测试 我们能够达到的一个目的 就是呢 能够提前的 让我们有所准备 整整到高压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办 那么第三个呢 是容量测试 那么容量测试呢 关注的就是我们的 这个系统到底最大 能够支撑的 相关的一些数量 这个数量 一方面表现为用户的数量 同时还表现为呢 比方说数据库的容量 一个表到底能支撑 最大能支持多少条记录 比方说一条它都很慢了 还是说十一条它才很慢 是容量测试 那么其实呢 它跟压力测试和负载测试 多少都有些关联 其实方法都差不多的 只不过我们的关注点呢 不一样而已 所以呢 这个概念相对来说是 比较好去理解的 那么所有的这三种测试类型呢 我们可以通通的都称之为 性能测试 所以你无论是以哪种测试类型 你去告诉人家 我在做性能测试 都没有问题 都没有问题的 那么关于性能测试的 一个基本的一些概念呢 咱们就说到这儿 那接下来呢 关于性能测试里边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核心概念 也就是跟指标相关的 评价指标相关的 咱们也一起来梳理一下 那么第一个指标呢 叫做响应时间 所谓响应时间 Response 它这边容量测试啊 英文的这个专业数据叫 Volumn Testing 那么响应时间呢 主要是来评价 我们从用户的角度啊 从用户的视角 评价系统的处理速度的 比方说我输入一个URL地址 访问一个网页 或者说我点击一个提交按钮 提交遗传数据 那么我们就要看到底 在多长时间的用户 可以得到反馈 得到响应 那当然了 速度越快越好 那么对于这个响应时间呢 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 这个标准 比方说多长时间是好的 多长时间不好的 但是通常来说啊 我们有一个呢 经验的指 就是针对一个 针对一个标准的一个 外部应用系统吧 那么我们呢 有一个标准的经验值 叫做二五十的原则 二秒 五秒和十秒 通常呢啊 对一个用户 在去访问一个网站的时候 如果说在两秒钟之内 就可以返回结果 那么用户会感觉特别的流畅 很舒服 用户体验很好 如果说响应时间在五秒 两秒到五秒的话呢 他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太大问题 只是可能会稍微的 这个手抖一下 这个网站稍微有点慢了 当然比起百度来说 其他很多网站相对来说 可能呢都会做到两秒到五秒 这个时间 这个响应时间 当然因为这个响应时间本身呢 不单单取决于我们系统的一个贷款 和系统的处理能力 也取决于用户的贷款 所以呢 没有办法一刀七 用户你如果还用过很 很慢的一个贷款 我系统处理的贷款 最终平静也会卡在用户的贷款这一边 但是呢就我们讲 这是一个标准 咱们以后去评价一个标准的 Web网络应用系统的一个响应时间的时候 可以参考一下二六十 那十秒钟 如果一个系统 它的响应时间在十秒钟以内呢 用户可能就有点烦躁了 但是呢他为了用这个系统 他可能还会等一下 慢慢等一下 等个十秒钟 没有问题 但是他很可能下一次呢 能不用这个系统就尽量少用 他会慢慢的离开你这个系统 十秒钟啊 应该说是一个 我们能够忍耐的一个最大值了 那不妨大家去试一下 当你打开一个网页 在这边等十秒 十秒钟 时间内都没有什么反应 你其实也会很着急的 也会呢有点这个心情不好 所以二五十呢 是我们一个基本的一个参考的经验值 这是关于响应时间 第一个评价指标的一个概念 那么第二个 第二个概念呢叫做吞吐量 或者说呢 吞吐率 吞吐量或者吞吐率 那吞吐其实呢 吞和吐对应的就是我们常见 常说的IO input output 那么比方说这个吞吐量啊 或者吞吐量呢 它可以放置很多层面 比方说第一个 硬盘 IO 它是属于吞吐量 每秒钟可以读硬盘多少次 或者每秒钟可以读硬盘多少数据 多大的这个数据 或者写多少次 写多大的数据 都是一种吞吐量的一个表现 还有呢 网络的IO 比方说我们自己家里去申请一个宽带的时候 它会告诉我我们上行的贷款是多少 下行的贷款是多少 这也是网络的一个吞吐力 那当然呢 还有呢 咱们这个 CPU 内存之间交换数据 也会存在着一个吞吐力 吞吐量的问题 还有呢 咱们的这个 客户端 发送了一个请求给 服务器 那么对于请求的一个 处理 能力 比方说每秒钟我可以发多少个请求 那这相当于呢 我客户端给服务器input过去的一个 这就是相当于图的一个过程 那么还有呢 我每秒钟可以接受多少条从服务器来的响应 那么从服务器来说呢 就是一个啊 这个 吐的过程对客户端来说就是一个吞的过程 获取嘛 吞啊 吞吐力啊 表现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啊 常见的吞吐力呢 我们主要来自于啊 就是在这个 比方说一段道路上啊 这个每每分钟或者每天有多少车流量经过啊 这样的也是一种吞吐力 都是啊 其实就像一个管道一样 有一端是输入 一端是输出 输入到输出这个过程的一个频率 或者一个处理速度啊 就称之为吞吐力 这边特别注意的就是啊 吞吐力它是一个范概念 它并不特制某一个啊 吞吐力 我们一定要明确到底是硬盘的吞吐力 网络的吞吐力 CPU和内存之间交换数据的吞吐力 或者请求的一些吞吐力 我们一定要明确它 甚至呢 包括啊 打开页面的 数量 比方说单位时间内 我要可以打开多少页面等等 这些都是可以用吞吐力来形容啊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范的一个概念 那么评价指标的第三个比较常见的概念呢 叫做事务处理能力 或者说啊 我们把它叫做TPS Transaction Per Second 事务处理能力 TPS 当然也可以呢 有TPM Transaction Per Minute 或者TPH Transaction Per Hour 都可以 这完全看啊 我们这个系统 如果系统呢 它的处理单位时间很短 我们呢 通常用每秒能够处理多少事务来衡量 如果它处理一个事务 花的时间很长 那么我们就以每分钟或者每小时 比方说我们知道啊 像比方说我们去ATM上取个款 那它的速度 或者呢 在网上做一个比交易 它的速度都很快的 那这种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看 这个我的后台服务器 每秒钟到底能处理 比多少比这样的一个事务 那另外呢 像银行或者一些证券行业 他们在每天晚上呢 都会有大量的一些批处理 结算啊 交割啊 有很多的批处理的工作要做 这个批处理呢 它其实就会比较 花的时间比较久 我们可能每秒钟 就都处理不了一笔 那这个时候 我们呢 就把单位扩大一下 变成每分钟或者每小时 同样的 但是都是呢 来描述这个事务处理能力的 那这边呢 我们主要再特别关注一下 就是什么是事务 事务的话呢 它也是一个范概念 比方说我们打开一个页面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事务 我们呢 实现登录 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事务 我们呢 实现发体 或者说呢 回体 都可以理解为一个事务 我们实现一笔 我们实现一笔 网购 的交易 可以理解为一笔事务 我们和别人 聊天 比方说一行消息 可以理解为一个事务 我们呢 去银行实现一笔支付 或者呢 我们去充一个 电话费 都可以理解为一个事务 所以它是一个很范的一个概念 那么我们呢 在真正在进行新能测试的 这个实施的过程当中 就把它明确一下 我这边所指的事务 到底是哪个事务就可以了 这是单个的事务 我们如果把打开页面 实现登录 发提 这几个 把它联合起来 我们认为它是一个事务 也没有问题 也没有问题 就是这一系列的 批出你的操作 我认为它是一个事务 这也是可以的 包括我们网购 网购又分好多种步骤 加入购物车 可以理解为一个事务 然后呢 讨价还价修改价格 可以理解为一个事务 然后呢 支付成功 可以理解为一个事务 卖方发货 可以理解为一个事务 然后呢 登录我们的物流信息 可以理解为一个事务 这都是单个的 都是看作一个事务 但是针对一个一笔网购 我要完整的完成这个过程 那就是一定是从 加入购物车到最后 这个收到货 签收为止 甚至到评价 整个这一个完整的过程 我们把它批量的 看成一个事务 也是可以的 那这样呢 无非就是我们在这个 评估后台的一些 处理能力的时候就要看 比方说它处理单个的 一笔业务 或者一笔事务 它是怎么样一个处理能力 它把整个全流程打通 来完成一笔业务 它是一个一笔事务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处理能力 把这个标准 在我们企业内部之间 把它给定义好就可以了 确保呢 就是概念本身 没有错 我们只是要确保 就是大家呢 是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站在同一个这个层面 去理解这个概念 好 关于性能测试呢 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概念 我们后边呢 包括这个工具 运用的时候 还会有迁入到 其他的一些 常见的一些概念 那么后边呢 我们就在用到的时候 再给大家讲 这边给大家介绍的 这六个呢 主要是最常见的几个 非常重要的核心的概念 一定需要知道的 这对我们后边 对性能测试的评价 和性能测试实施的时候 都会用到 好 那么这是关于性能测试的 一个核心的概念的 一个介绍 这节课呢 咱们就先讲到这 谢谢大家